一招团灭的水葫芦弱弱点究竟是什么 生物入侵往往会带来很大麻烦 尤其是一些适应力很强的物种 提到最令人头疼的入侵生物 恐怕就是水葫芦了 那水葫芦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熊熊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喜欢的话可以给熊熊点赞加关注 点亮你们的小红心哦 水葫芦又叫凤眼莲 原产地是南美洲地区 因为根和叶子中间 有一个像葫芦一样的部位 所以叫水葫芦 因为它须根发达 繁殖速度快 让它们成为了进化水质的好帮手 所以水葫芦在我国许多水域中都有出现 但没有想到的是 水葫芦在我国根本没有天敌 再加上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 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再加上养殖场逐渐走向 精细化饲养 不再用水葫芦作为猪资料 这就让水葫芦在我国南方泛滥成灾 水葫芦的疯狂生长 导致水生食物 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 接连死亡 水里的动物没有了食物 就使得水里的鱼越来越少 鱼液也出现了损失 水面上的水葫芦越来越多 一些航线受到阻碍 原本水葫芦还能吸收 水里面的重金属元素 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打捞 水葫芦腐烂后 又将这些重金属元素释放回水里 这样的话 水葫芦根本没有进化水质的作用了 为了能够治理水葫芦犯来成灾的情况 相关部门每年都要花费很多资金 来专门打捞水葫芦 但是打捞的方式 很难有效地去除水葫芦根部 这样就会让水葫芦的漏网之鱼 重新繁殖出来 近几年 水葫芦的数量得到了控制 是因为水葫芦的一个弱点 要知道 水葫芦泛滥的条件就是 它生活的那片水域 是污染较重的 水质污染得越严重 水葫芦生长得就越茂盛 于是人们就想到进化水质 通过进化水质的方法 来控制水葫芦的数量 所以通过水质有效治理 现在水葫芦已经不再泛滥 好了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